有个小音乐家,怀揣着梦想出发,他走过繁茂的森林,听见鸟欢唱,路过清澈的溪流,伴着缠缠水声作曲,登上高山之巅,风在耳边呼啸,似激昂的旋律,穿过宁静的村庄,孩童的欢笑融入他的乐章,一路上,他用心感受,将所见所闻化作美妙音符,这场心灵之旅,让他的音乐充满了温暖与力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